嗨,大家好,我是Niko 我這次呢,想要跟大家推薦分享的是一款非常棒的雜誌電子書 它叫Kerno這個APP 而且呢,我真的非常推薦喜歡看雜誌的朋友們 可以購入這一個,這一款的APP 而且呢,它不管呢,是在手機、平板、還是電腦 都可以做下載,來觀看 而且呢,你先事先下載之後 你不管是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之下呢 你也可以放心的閱讀雜誌 那其實說真的,它這一款電子雜誌呢 是專門為就是雜誌特別設計吃到飽的APP 對,那如果你說你跟我一樣喜歡看雜誌 但是雜誌其實買起來 因為它每一個月都會出一本 那可能會陸續出好幾本 那你就是要一直買一直買 或是訂閱、訂購它 那這樣子的話呢,其實除非你們家的書櫃非常的大 有很大的空間 那基本上如果是每個月的話 我自己啦,家裡面的書櫃真的都已經都篩爆了 而且真的是重量啊 累積起來是非常的重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們家的書櫃 有沒有辦法附和那個雜誌 整個累積起來的重量喔 那其實這個軟體呢 我先來讓你們大家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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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剛剛有講的就是從手機嘛 到你的平板或是電腦都可以直接做閱讀 那它裡面最特別的就是呢 有來自台灣啊、香港還有歐美、日韓還有很多的電子雜誌 那裡面呢,很特別就是有很多日本雜誌的專攻的系列 還有呢,很多的類似像財經或是什麼一週刊啊、八卦那一種的 或流行時尚雜誌一定是必備的嘛 像我就會喜歡看那種Vogue啊或其他 還有一些相關醫美系列的 那還有關於科學、運動啊、單車啊 還有一些男性時尚的雜誌全部通通都有 總共加起來的話有16大的類別可以讓你做選擇 所以你只要購買這個方案了之後呢 你全部通通都可以看 都是看到飽的 沒有說所謂的你選擇了這個方案 你只能看美妝 沒有這樣子 只要你付費了 你購買了 你就是可以所有的雜誌讓你通通看到飽、吃到飽 那它也算是最多的獨家日本雜誌的時尚APP 而且它在手機裡面啊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你們不要認為好像手機小小的這樣子 那其實好像是不是看的畫面真的不好 喔,我告訴你們喔 我現在也有示範一些影片給你們看 其實它這些雜誌啊 它裡面的那個畫面啊 細節啊 你可能會覺得 哇,那個字那麼小 那麼小 那我要怎麼看 其實呢它放大啊 它其實它細節是可以看得非常細緻的 它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管是在手機還是平板 其實看起來是真的不吃力 那我自己的話是在平板上面 手機下載了 那平板我也一定是有下載 那你也可以把你喜歡的類別的雜誌 把它先收藏到最愛 那你也可以事先先給它下載下來 所以你在沒有網路的地方 你也可以放心的看雜誌 OK 好嗎 所以就是這樣點進去 現在它裡面啊真的 畫面是很細緻的 裡面真的畫面是非常細緻的 而且真的就是 我好難去敘述就是它裡面的那種 感覺喔 就真的是 我覺得電子書真的是非常方便 你不需要再買那一大一本厚厚的雜誌 其實老實說我丟了很多雜誌 你看這樣子的畫質 真的很好 手機都可以放大了 那平板當然也可以放大 它也是可以放大縮小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哇,電子雜誌真的實在是太方便了 你看,這樣的細節 夠了吧 非常夠 來 手機看過了,平板也看過 那我們現在來看電腦 這是我電腦 我的電腦呢,現在這個是蔡依林 是 還有封面人物 那你看這個就是前面前幾頁都會有一些廣告 那它就是廣告頁 你就可以這樣子翻著翻著看 然後Chanel的前面啦 大多數都雜誌的話 基本上前面都是廣告比較多嘛 那後面的話才會有一些比較詳細的報導內容 其實我覺得真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 我很想跟大家說 電視也可以看電子雜誌好不好 電子書 電視我覺得也很方便 就是整個,哇 那我看到覺得 視角整個都不一樣了 我覺得現在電子書啊 對大家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便利 而且呢 說真的啦 也不要去花那些錢 再去買雜誌 因為第一個它重 第二個它 你需要家裡的空間去擺放它 那你電子雜誌 你只要需要手機或是一個平板 你就可以擁有它 你就隨處都可以看啊 你不用還要拿一本書放到包包裡面 那有些人喜歡拿小廢包 或是小包包 或那一種 根本放不下一本雜誌嘛 那我看我手機我就直接有了 那你平板也可以有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方便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如果喜歡看雜誌的朋友們啊 真的推薦使用看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點我影片下面的網址 可以免費先去體驗試用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呢 你就可以 就是成為正式的會員 我真的覺得太佩服現在的科技了 現在只要人手一隻的手機跟平板 就可以很簡單輕鬆的去看你想要看的雜誌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們的雜誌真的非常的多種類 香港專區的也有啊 女性時尚 光是女性時尚就已經有很多 還有濃濃啊 還有一些國際的中文版的雜誌 還有很多其他的 真的雜誌真的都在這邊都看得到 大美人啊 Vogue嘛 還有愛女生 還有其他的雜誌 他男生的雜誌也有 並不是都只有專屬於女生 看雜誌我都知道也很多啦 最有名的男生都一定是看GQ嘛 那還有其他的種類的 美食旅遊也有 所以呢 你想要出去玩你想要找好吃的美食 他這裡也有好不好 汽車專區 哇 喜歡玩車的 研究汽車的 這邊 全部也都有 科技科學呢 哇 你看他第一頁 他就已經有iPhone的秘籍王 他就是教你的iPhone 去怎麼樣玩 還有他裡面推薦的APP 那一種之類的 裡面真的很多東西 如果你是喜歡 就是財經系列的 你也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裡面的雜誌也很多 天下雜誌一堆人都知道吧 金週刊還有商業週刊 這些都是非常大的品牌的雜誌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真的是非常棒 還有針對呢健康的雜誌 真心啊 真心說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親子的我也覺得很棒 最有名的親子天下 還有媽媽寶寶這個啊 還有那個嬰兒&母親 還有康軒學習雜誌也都有耶 其實我自己都還蠻常在關注這些雜誌 只是說齁 因為我們家真的放書的空間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每一個雜誌全部都買 你知道嗎 那個書櫃真的是會馬上會佔滿 如果你每一間都去訂購的話 真的是會佔到一個爆炸 生活風格還有居家設計還有興趣品味 大家都可以去裡面去參考看看 去滑一下玩玩看嘛 而且我覺得它很有趣的是 它裡面還有一些就是關於 語言學習 長春藤啊還有日文學習啊 德文學習法語的學習 韓語學習啊 還有就是互動ABC嘛 很有名嘛 有很多東西有日文的 有些真的日文雜誌還蠻多人在看的 我發現 那但是日文雜誌並不是說隨處在Seven 或是其他的一些書店可以買得到 你一定要到成品 或是說一些比較特殊的實體書店 它才會購買得到那一些相關的日文的雜誌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上面 基本上你根本也不用出門去買雜誌了 你就是直接在家裡就可以 手機看 電腦看 平板看 或是說你在上班的時候 剛好有空閒 你也可以偷偷的看雜誌 對 就是這麼輕鬆又簡單 你也真的可以不用再去花這一些多餘的錢 而且呢 重點是還可以環保愛地球 不需要再用砍樹啊 造紙啊 還有油墨啊 什麼的 就是用電子書我覺得真的非常方便 那基本上 我真心很推薦 很推薦給你們大家 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的話 拜託請你們點下面的網址進去 你們一定要去體驗試試看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看到我一定會回覆給你們 那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要訂閱幫我按個讚 那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才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